第四大集 大人 先王夫人竟将计快公子之邻 安定了林姑俗将军府中 大人 还我们公道 大人 还我们公道 还我们公道 原罗 公府 你上哪儿去 我去求见大王 放下 平白无辜的 没人要受这种侮辱 你先放下 我再与你说 你不可去求见大王 此辱 我们必须忍受 凭什么让我们忍受啊 公府 你该明白呀 唐历夫人 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她明着是冲我们来 暗地里 却是冲大王去的 如此 那更应该比明大王 你还是不明白 大王要是知道此事 会有什么后果 你想过吗 没有 我也没细想过 公子被刺 虽是福童所为 但福童已死 大王是有嘴 也难以说清啊 怪不得呢 怪不得呢 自从大王重置七任之后 再为提起此事 就连福童事中事间 也不了了之了 所以啊 如果再去接大王的痛楚 就难免会有人流血丧命了 你是说 唐历夫人 不 她不会被伤 那是谁 会流血丧命呢 恐怕 是我父亲 大王不是宽恕了外父吗 那是因为父亲 在军里的根基呀 还有父亲所谓的 是出于国之安危 虽有匿 却没有私 所以父亲被宽恕了 可如果唐历夫人 追究公子被刺的事情 再闹大了 牵扯大王 说不清道不明的家事 那么就必须有人 来承担责任了 听你这么说 我查得精神是老汗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唐历夫人再来闹 还有一个人可以治她 王后 是王后 即使 王后治不了唐历夫人 王后也会将此事 大事化小的 报 报告将军 大事不好 林公国大将军到 练 将军 将军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将士们 愤实买大人拟策不公 只是大王赏赐有误 唯再三归劝 可这些人就是不听啊 将士们不听号令 这要是让大王知道了 将如何是好 他们不但不听号令 还把矛头指向你外父啊 将尔本司马哭笑不得啊 如果我不出面之职 他们会说我不公平 股东和山洞将什么这么做 如果出面之职 他们会说我向着我外父 将军 我理解你的股主 我这就去把他们弄回营名 千万不可僵使你闹大 放心吧 我不会用强 司马大人 没看见太阳高璇 为什么不练兵 大人 许多军校既已离营 他们去闹事 难道就不练兵了吗 大人息怒 这就开始 集合 集合 站起来 听我号令 号令开始 十 一 二 够了 将士们 跟我回兵营吧 你们在这又有何用啊 跟我回兵营吧 好吗 将军 不可 将军 我是顾福啊 开门呐 顾福啊 你不该来 可是外父 我能不来吗 你来了又怎么样 你能下走 门外的那些军族们 我为何要下他们 那好 那你去和他们论理 看他们会不会听你的 伍府 这都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你外父倒了 失去了一切威势 你也许韩不解 你也是司马 也是大将军 为什么他们就不怕你 那还是因为 你失去了一个 有权势的外父 你受我的牵连了 听说宪王夫人也到你府里闹了 闹了 他这是 闹给老夫看的 也是闹给大王看的 他不服啊 这都是我造的孽啊 当初 要是不听他先王的 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外父 好在大王宽恕了你 只是不杀我而已 不杀 就是厚恩了 那是不杀 顾佛 有些事情你还是不明白的好 公子的灵位你准备怎么办 在好些时候 我再把他送还给县王夫人 不可 我看 还是摆在你府里吧 毕竟人家是位公子 朱灵在你府内 也不算辱没了你 重要的是 你要让大王知道 你要学会 忍辱负重 外父 这事 姑父可以听外父的 可是外父 你也得听 姑父一句话 说 外父 你去向门外的将什么请罪 请罪 好 你终能向外父狠下心了 军旅 是大王的宝器重器 为了他就该不惜一切 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一直得到大王的重用 你 如果向他们请罪 他们就能离去 那老父早就这么做了 不可能啊 那些将士们 是不会离去的 你知道 为什么吗 不知 不知 那我来告诉你 那我来告诉你 大王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即使我索尼之策有误 他也不想予以纠正 他是为了让我真正的心服口服 也为了你及众将军 知道何谓 臣之本分 外父所言 姑父明白了 只是门外的将士们就那么坐着 万一他们闹得更厉害 外父 姑父如何是好 你回营去吧 好好守着 只要军营里将士们不再轰闹 我这儿 有人来结围的 外父是指 不可声张 你心里明白就是 大王 这几日 这几日训练的 训练得如何呀 卫练 卫练 为何卫练 大王恕罪 末将令并无方 这数日 有将校军族数百人闹事 致使军心涣散 无法练兵 有将士闹事 为何闹事 他们指责 时迈大夫逆策不攻 致使大王赏赐有误 便愤而去了 室外府外 静坐 闹事 闹了几天了 已经三日 三日 三日 三日不向寡人禀报 为什么 请大王赎罪 虎长 在 把石埋和那些带头闹事的将士们都交来 诺 你们怎么又都不讲话了 石埋大人 你讲 大王 将士们控告臣 逆策不攻 你公平吗 为臣粗心 也许有错 什么叫也许 是有错 大王 该你们说了 大王 小的们是为司马大人奋不平 军师功劳世大 可司马大人一哥 就要吴王的性命 这战首功的 该是司马大人哪 还有你 说 小的也为此而奋 小小的军校官职敢为司马大人不平 你们好有出息 可就寡人看 你们是借着司马大人的名义 犯自己的不平 寡人 给你们讲话的机会 讲 小的取了敌首级九克 可司马大人只给小人进了四级官决 四级半就可为将对吗 大王胜命 小的也是 取敌首级七颗 却只加了三级官决 司马 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大王 这是事实 大王可知 军中单数者众多 这半级之绝 只能记在功劳簿上 若再战有取 凑成双数 仍然可以再绝 寡人听明白了 如果石买 给你们进了这半级之绝 那么 他就有失职之责 如果不给你们进 你们就觉得吃了亏 所以你们奋不平 你们有兵不驯 竟敢聚众闹事 闹到了 朝廷大臣的府门上去 大王出罪 不过 不过你们说的也有道理 这样寡人把这半级给你们尽上 明国府 臣在 把他们二人压下去 砍头示众 将他们的头颅挂在兵营上 遵令 所有感知重到事者 一律问斩 诺 大王 大王 饶没人哪 大王 微臣有罪 也有所明白啊 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这世上 有两件事不可及 而且连想都别想 哪两件呢 一是王道 二是民意 讲 接着讲 微臣子者 进入王庭 就要为王分忧 退出王庭 就要闭门自首 保住婉劫 看来寡人不杀你是对的 终于让你明白了 什么是微臣者 应该固守不渝的本分 大王 微臣含有一个请求 微臣的府地与彩地太多了 微臣愿意献给王庭 这就不必了吧 一定要献 微臣有八座府地 留一座自用即可 彩地三百里 留十里也足可用了 其余的全部纳还 不认为寡人 师妹啊 这可不是寡人的意思啊 这是微臣心甘情愿 既然如此 寡人受纳了 相国大人到哦 相国大人请 大王有何计事啊 大王有何计事啊 相国此册寡人已悦 大王觉得如何呀 不妥 大王不妨说说 有何不妥呀 寡人为何再要见一只陆地之师啊 那不见陆师 该见何师啊 水师 陆地之师是我伐月之精锐啊 可寡人认为 水师才是我吴国将来之精锐 可大王知道 打造一只水师需要多大的财力呀 这个不用管 不管换多大的财力 寡人也在所不惜 大王错了 财力 财是国力 财是养兵养民之根基 一国之王 不审财力 如何制造国家有多大的力呀 王不明利 如何用兵 王不理财 如何养气呀 何况 当务之急是发月灭月 为我先王报仇啊 相国说完了吗 还没完 寡人心意已决 这么说 大王非见水师不可 难道相国非要阻止寡人不可 不 这样吧 大王 容老臣回去 好好丝谋丝谋 可以 此策退回 相国回去以后好好丝谋丝谋 可不要拖得太久了 老臣遵旨 是 相国 大王是否听信了谁的谗言 不 老夫明白大王在想什么 难道大王就不想报越国之仇了吗 我与越国不共戴天 此仇不报 国人岂能出了这口气呀 大王明白此理 他之所以建立水师 是想一举两得 既报月仇 又可以向北方进发 按说 他这个设想没有什么不对 可老夫担忧的是 等水师建成 那已经是两三年后的事了 那时候 朝野是否还能牢记先王之仇呢 尤其是大王 相国所忧甚事啊 如此 我们便顺了大王之意 我从促去打造水师 争取在一年内有成 也好缩短了复仇的实现 可 让老夫没想到的是 大王竟如此专断 水师之事不顺从他 他竟不让扩建路势 此事只好顺着他 不可再拖延 诺 大王 大王 参见大王 王孙洛 你来得正好 寡人正要宣你 大王 老臣与行人 是为商议打造水师而来 此事 相国可与公孙雄商议即可 寡人以命公孙雄为水师大将 即可鞭链水师 大王 如此大事 还需要在大朝时和众臣商议呀 和他们商议 要一而不绝呢 那就再一 既如此感闻相国 那还要寡人何用 大王 那是因为 一国不能一日无主啊 可一国之主 绝非一家之主 欲有大事 必须和众臣议定 好了 寡人可以与他们商议 但一定要缩小范围 谨防泄密 老臣明白 王孙洛 寡人派你出使越国 出使越国 为何此事出使呢 和他们一和 大王 大王 臣没听错吧 你的耳泪很好 没有听错 大王 老臣告辞 相国 大王 臣 你先等等 告诉寡人 你何事启程 大王还是要留伤约束 这真是真是何呢 对 难道老夫的两只老眼 真是昏花了 大王 相国 大王是年轻 还不知厉害得失啊 看来大王还需磨砺呀 如此 必须约法 请大王守之 相国说得对 适当地加以约束 这也是爱护大王 大王 若以报先王大仇 成就大业 自古以来 圣君皆先苦后甜 先忧后乐 因此 大王须五更祭起 天黑放歇 专攻国阵 为了不忘先王之仇 须在大王出入的地方 令士兵高呼 夫差 你忘了先王之仇了吗 大王应回答 岂敢忘记 大王 能纳此剑吗 这有何难 寡人接纳 还可再加上 在先王大仇未保之前 寡人不尽嫔妃 不依仲采 不住行宫 不闻大悦 美参四善 若果能如此 乃国之大福啊 大王圣灵 且慢 怎么 大王有悔 列位的禁剑 寡人都已答应 但寡人也有两条剑 叫你们答应 哪两条 这第一 就是以公孙雄为将 打造水师 这第二 就是让王尊洛出使 岳国以求议和 为了承议 将叶雍遣送回岳国 可以 那好 从即日起 寡人就以身作则 永不反悔 大人 大人 真要议和吗 不 你可去 也可谈 甚至于 可以口头 答应他们一些条件 就是不能欠约 在下明白 大人 大人 您还是回府去吧 大王 臣也拥被俘 虽羞难当 可臣 从未辩解呀 大人 这没有用 何苦滋扰 惹怒了大王 对大人更没有好处 回府去吧 文正大人 陈在 叶雍 被吴国人 放回来了 你知道吗 臣已闻 你是怎么考虑的 叶雍入吴国之后 他的使命还是完成了 可是被吴子虚捉拿之后 他的表现究竟如何 还不得而知 对 就是这样 我才找你来 寡人 并没有去营救他 他却被吴仁主动地送了回来 这里边 会不会有便捷的行为 会不会 带着吴国的阴谋呢 你考虑过没有 臣 未考虑 现在开始考虑 诺 叶雍 虽然是我越国的老臣 在费力寡人的时候 他犯过罪 但是 寡人没有追究他 没有惩罚他 所以 这件事情 处理得要慎之又慎 大王 是让臣去考察叶雍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你受苦了 你受苦了 苦了 吴国人 狠哪 太狠了 吴 你先歇一歇 歇口气 吴王前世来 不过是为了麻痹我们 林国父 臣在 吴军的动向查得怎么样 据西人所报 几乎没有什么动向 甚至练兵也是平常 看不出任何备战的迹象 你所谴的戏人可谓不戏呀 马上再仔细查清 遵旨 大王 臣以为此次吴史来月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何为良机啊 议和的机会 大王既然已经看出有假 我们不妨来一个假戏真作 不过我们与他真议和 一旦达成协议 我们可以逼着他们签订条约 签订条约 签订了 他们也可以任意撕毁 他们若敢单方面撕毁和约 必将遭到列国的耻笑 就吴国所为 他还怕人取笑 据臣看来吴子虚不怕 可夫差却难说 臣以为 如果我们和王孙乐达成了协议 而他们仍然不肯签订合约 那证明 夫差必定有所行动 军事说得 有道理 大王 据臣所查 叶庸没有辩解行为 是否 你断定得太早了吧 臣敢担保 你用什么来担保 师妹 你对叶庸这个事 怎么看呢 叶庸回国 为臣未敢去看他 不过听说他在吴国受了严刑 严刑拷打之下 是否辩解 这就难说了 师妹啊 你们同朝微臣 你应该去看看他 叶庸 毕竟是 入武 有功在先哪 臣尊大王吩咐 退朝吧 谢谢大王 你 厉害 那 我 理性 真正 我 我是 官 杰庸 pou 乄 我 没想到你竟病成这个样子 我应该早来看你 现在也不晚 我就想别人不敢来 你实买一定会来看我的 不瞒你说呀 说来惭愧 以前我也不敢来 倒是大王提醒我 让我来看你呀 你见到大王了 是 是大王叫你来看我的 大王说 你入屋这趟差事办得很好啊 是吗 谢大王龙恩啊 来来快坐快坐 快坐快坐 你要安心在家养兵吧 明天我派几个世人给你 这么说 大王还没全信我夜庸啊 你 你替我给大王带个话 就说我夜庸碎音 被太子之过犯过大错 对不起大王 可是我对越国的忠心 从未辩过呀 大王自会明察呀 我看不久啊 大王还会重拥于你 我等啊 可我等到何时啊 月国有战之时 有战 依老夫看啊 月无两国最近就有一战了 是 是无人罚我 不 是我罚无国 大王有旨 改任文仲大府为行人 接替昊晋与吴史议和 文仲遵旨 文仲不明 大王派我与王孙洛议和 究竟是真是假 现在一范离看来 大王这么做是为了麻痹他们 那大王要决心一战 你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啊 你就不想 立剑 立剑 在范离看来 现在越国的局势 可谓是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再战必败 可若让吴国缓过气来 越国会更加的危险 你太犹豫了 以文仲之见 我却不可以主动先战 也该抓住眼前的良机 化解吴国人的仇恨 从而实现真正的和解 你这个想法恐怕也太乐观了吧 你去看看满朝的文武大臣 能有几个站出来说劝和的 再加上你我只能算得上是客气 你认为大王会采大我们的意见吗 可大王刚刚任命文仲为行人 这说明大王内心还是有和解的想法 范离没有看出来 明 无人确实是在备战 大王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叫林姑娘暗中监视 一旦无人有所动静 恐怕大王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 先不说先发制人能不能赢 就说我们祝夫差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祭了位 那为何看到了和解的可能 又放弃呢 因为大王对无人的看法 与你我不同啊 吴敬英将军 将军 这是要去哪儿啊 为何这事打扮 我与你在此见面就是要告诉你 我要去巫国一趟 这如何可行啊 你若出了事让我如何交差啊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我只告诉你 多加小心 小心哪 王孙洛大人 文重受我王之命 前来于吴史义和 文重大人 久仰久仰 巫师 我们开始吧 对 来来 请 来来 请 布柴 你忘了先港知仇了吧 不敢忘 来人 来人 把此奏册传给武相国 禀大王 此策是武相国所奏 这明明是公孙雄直接奏给寡人的呀 相国说为了不影响大王专攻治国之策 凡是直接奏给大王的奏册由相国先过过墓 无关紧要的就由相国处置 好让大王您挤出更多的时辰来读书 看来武相国真是够操劳的 相国却说这是他为臣者该尽的责任 你传话给武相国 让大船的造办处跟水军大营要分治两地 发现的木材要分批而运 若目标太大 会被越人过早地发现 会偷袭咱们的 相国早已预料在先 已经吩咐给公孙雄将军了 好 大船 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官爷 我们是在找我们的猎物 胡说 跟我们走一趟 走 跟我们走 走 快走 空 搅担 使用 装 下 来 吧 下